像我們一般的汽車 一般的轎車比較常見 其實就是四缸的 一般的汽車 四缸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兩個汽缸電汽 兩個汽缸排氣 這樣控制它的耳池 那 很多人說 蘇巴陸他要水瓶對渦 很多人要水瓶對渦的引擎 那是什麼東西 聽不太懂對不對 其實水瓶對渦的引擎 它就是把我們這個東西 把它打平變成橫的 那它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老師知道 水瓶對渦的引擎是長這樣 那差別就是差在說 我一般引擎是上下 那我一般引擎上下的時候 就是它上下震動的時候 我渦就是會震動 如果水瓶對渦它左右 作用力互相比較 我渦就很安靜 就不會動 它就很 坐在裡面就很安靜 很像電動車而已 那不會在那邊震動的感覺 這就是水瓶対鋼還有科技 的差別 一般的直列四缸 大概會讓汽車震動 指標對渦的車子 我們車子不會上下跳動 會很安靜 它左右的作用力互相比喬 那還有一種是V型的飾桿 那為什麼通常這個V型飾桿我們都應用在重型機車裡面 剛剛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好像重型機車子我們可能用直列的 啊用水平貝偶有嘛 以前有一台那個BNW的重型 有一台用後水平貝偶的一台都沒有用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重型機幾乎都是V型 像我們或是我們的AutoBite野狼125那種 它引擎都是這樣V型的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空間造型 整體造型 對類似 其實啊它的用法其實很簡單也很直接 來我今天如果假設我是直列的 直列四缸我的引擎這麼大 因為我機車騎上去我腳要開這麼開嗎 就沒辦法開這麼開嘛 所以它設計師工程就想辦法說 那我機車跨坐上去的時候 它會符合我的人體工學 那我要把氣缸 換個角度折起來它就比較小嘛 我才不會機車我很快跟一台車子一樣快 對所以它就把我們的氣缸做成V型了 那它騎乘的時候就會比較舒適 就腳不用開不開 也不怕說我的機車很快會撞到旁邊的車 對 就是為什麼V型器該不會出現的 就是為什麼V型器該不會出現的 V型器